重點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它成立了三方委員會 因為事實上 他們對於這個民主制度 當然是一個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遊戲 可是對於精英領導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三方委員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能拿這張圖 這是商業的 這是政治的 所以官方可以在 很多地方找到 這個相關的資料 其實橫跨民主共和兩黨 在於洛克菲勒領導的 這些貴族們家族們當中 其實美國沒有什麼 大象老鷹鴿子老鼠的問題 對還沒講 這只是一個 權力交替的過程 我要請教大家 給我們觀察 因為這張圖非常非常複雜 就美國所有的大氣地 包括美國所有的媒體 都在其中 就是我們生活的政治領域 商業領域 媒體領域 其實都在他們 這短短不到一千人的掌控之中 你能觀察 其實大家過去想想說 全世界被幾個神秘組織做掌控 或說精英組織做掌控 說光明會也好 共濟會也好 這是信仰之稱 對 但是我覺得 我研究之後 我覺得這真的是真的 為什麼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標題 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都是偽民主 全部都是精英政治 你剛剛講到這個三邊委員會 他是1973年由這個大衛洛克菲勒 他設定的 他是他成立的 對 但其實更早之前還有一個 在1954年的時候 叫做這個皮爾德伯格俱樂部 是 這個俱樂部 他主要他是在這個歐洲 跟美國人為主 就是說亞裔的中東 拉丁美洲非洲的人都不能參加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比較早 所以那時候只有歐美的 這個精英日式 白人可以參加 那你知道裡面有多少達官貴族嗎 他們在2004年的時候是50週年 在意大利舉行這個會議 他們在通常在每年的5月份 會定期聚會 那當初參加的有誰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基辛吉 有查爾斯王子 還有這個英國首相布萊爾 然後比爾蓋茲的老婆 西班牙的國王全部都去了 對 所以你想得到 不管是這個政治家 商業領袖 銀行家 全部都去了 查爾斯王最可憐的 全世界第一個已經退休 都要領退休金的人 但還沒有上過班 對 查爾斯王子 對 他領退休金還沒上過班 對 但是他就是有辦法 他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來決定很多大事情 那後來到1973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衛洛克菲勒 他覺得因為這個組織裡面 太狹隘了 對 只有歐美而已 缺乏跟亞洲或跟中國的關係 所以他才成立 成立之後才開始包括中國 日本等等 才開始有機會進入 那我們講一下這個三邊委員會 說真的 他裡面的達官貴人 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舉簡單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 這個是波蘭人 他名字比較難念 叫做布里辛斯基 簡稱我們叫做小布 這小布非常的重要 我待會跟大家報告 那他底下 譬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 譬如說像這個萊斯 然後這個鮑威爾 對 他這兩個其實都是屬於這個小布希 前後任的這個國務卿 對 剛萬民哥講到說這個 洛克菲勒家族在北京做考古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小布希 其實也做了一件事情 我前陣子看一個報導 我還蠻感動的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的艾滋病嗎 對 已經不會傳染了 就是不會有母親傳給這個小孩 你知道是誰做的 誰的功勞嗎 是小布希的功勞 對 因為小布希政府 那時候成立了一個基金 他們自己家族成立的錢 對 原本是政府的錢 後來這個錢被砍掉之後 小布希他們家就自己拿錢去 繼續經營 所以現在非洲就不用母親 把這個艾滋病傳給小孩 對 所以這個說真的 他們有錢但是也在做善事 是 然後這裡面 這個是剛剛講的 三邊委員會裡面 他很多的成員 但沒辦法一意介紹 但是我畫面圈起來 這小紅點 對 全部都是在白宮裡面 做任職的 是 所以全部的人 跟白宮都有關係 所以說他出去引擲政府 絕對是引擲政府 對 但是呢 我們再把關係圖 再拉大一點 這邊是這個三邊委員會 對 這邊是我剛剛講的 那一個 平野伯德伯格俱樂部 對 非常難捏 他裡面的成員 其實很多都是做重複的 對 最下面呢 這個是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是 世界經濟論壇 裡面的很多重要成員 也是分佈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全世界的政治經濟 全部都是這些人 在做掌控 那剛剛四川哥 有拿過這張圖 讓大家看 這個很多的工具